裸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是莫大的侮辱,在古代,只有一个皇后遭受过这种刑罚。 中国历史上不具裸行的六个女人一文中,列举了从古至今遭受裸行的六位女中豪杰,其中一位就是前秦皇帝福登之妻毛秋勤毛皇后,文章指出,毛皇后被俘后,姚长见之不禁大为心动,竟欲纳她为后,毛皇后非但不从,反而大骂姚长无道,姚长大怒, 令手下将毛皇后推出帐外施仪裸行斩首,那么历史上的毛皇后果真受过裸行吗?非也! 禁书中有这样的记载,福登期毛氏,登为姚长所席,银磊记献,毛氏,众寡不敌,为常所执,常欲纳之,毛氏骂,姚长无道,常怒,杀之,资质通鉴也称毛氏,众寡不敌,为后勤所执,常将纳之,毛氏骂且哭,常杀之。 两部正史中,均没有指名毛皇后被杀前被人脱光衣服,显然,这与上面文章中提到的情况,有较大出入。 事实上,真正遭受裸行的皇后只有北史中记载过的一位,她就是北齐文宣帝高阳的皇后李祖娥。 万般皆是命,半点不由人,李祖娥被迫出阁。 李祖娥,生族年不祥,赵俊百人人,北齐文宣帝高阳的皇后,上党太守李希宗次女,母为柏林太极崔又妃,李祖娥天生励志,北史北齐书称其荣德甚美,清代俄湖义士在老湖谈历代历人记忠云。 高后李祖娥以秀慧而绝艳,秋波善来,神光动人,其美貌亘古所无,所谓横爵千古之力,并将李祖娥与西施,王昭君,张燕,张宝珠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五大美女。 李祖娥被当时的东卫丞相高欢一眼看重,便要求其嫁给自己的儿子高阳。 高阳长相丑陋,皮肤黑,五官歪,而且浑身都是一碰就吊炸的牛皮选。 事实上,李祖娥当时不情愿嫁给高阳,只是迫于高家的势力才答应这门婚事的,也许这就是命运,李祖娥的不幸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。 两人结婚之初,夫妻恩爱,李祖娥先后为高阳生下了高阴,高少德两个儿子,当时,丞相高欢正在为篡权做准备, 她十分注意拉拢河北诸豪强,比如赵俊李氏,范阳卢氏,柏林崔氏,柏海峰氏等,这些人都在朝中出任高官,因而,出身赵俊李氏的李祖娥也是备受荣宠。 只是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匆匆,正当李祖娥享受着爱情滋润的时候,高阳的哥哥高成突然对她起了邪念。 高成是高欢的世子,是未来皇位的接班人,他能力突出,多次被父亲为以留守夜城,代理朝政的重任,但其性格也极其强势,对几个弟弟特别是高阳遗旨气使,经常大家讽刺,高阳不敢得罪长兄,只能逆来顺受,任凭高成欺负,只是让高阳没想到的是,长兄欺负自己也就罢了,居然将罪恶之手伸向了自己的弟媳。 可怜的李氏遭到侵犯,高阳遭此大辱,却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焉,既不敢声张,也不敢向父亲告状,李祖娥没有丈夫做主,他一个父导人家只能任其摆布。 高欢去世之后,世子高成继位,但是有不巧,当时突发的一件事,让高阳接替了长兄之位,这个历史事件便是东唐刺杀事件,一夜之间,高成和数位朝中重臣被刺客杀死。 高阳见机行事,迅速出手,于天宝元年五月,强迫东卫校禁地元善建禅位,建立北齐。 当时,高阳比较宠爱的女人有两个,一个是发妻李祖娥,一个是小妾段氏,立谁为皇后,是个棘手的问题。 高氏皇族是鲜卑化的汉人,高龙之,高德正等宗氏以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为由,奏请高阳仪更则美配,恳请立断昭仪,欲以劫贵之缘,而上书令阳因则故请依汉,为故事,不改原非北史后非传,面对意见分歧,高阳最后一锤定音,让李祖娥带上了凤冠。 子忧母若,招姓皇后的尴尬处境。按当时情况,北齐政权兴建之初,政局还不够稳定,非常需要一股强大的势力来巩固皇权。 段氏段昭仪出身鲜卑贵族,父亲段荣是高欢的亲密战友,母亲是太后楼昭君的亲姐姐,哥哥段韶又是平原王,冀州刺史,司空,路上书氏,段氏本人更是财色尖美,和高阳的感情非常好, 是做皇后的最佳人选。在这种情形下,高阳坚持利汉人李祖娥,应该说是很重视杰发之情的。 众所周知,高阳又是一位非常残暴的野性皇帝,特别是晚年酗酒,精神失常,动辄打骂后功非贫,地好垂踏贫欲,乃至有杀戮者,而对李祖娥却独家礼敬。 如,高阳为了让李祖娥开心,时常谈险奔月,甚至为雨后寝,世欲皆令出外,天保十年,神志稍清醒一点的高阳突发奇想,将李祖娥改称为可贺敦皇后,可贺敦即可敦,是土玉魂,突厥,回合等少数民族对皇后的称呼。 高阳为何要给李祖娥改换称为呢?此举可以看出高阳的高明之处,高阳为了统一天下,需要土玉魂等势力的支持,将皇后改称可贺敦,可以拉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与北齐的亲近感,用怀柔策略保持与少数民族的关系,这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。 另外,高阳的母亲楼太后是鲜卑人,一直与李祖娥这个汉人儿媳有抵触,将李祖娥称作可贺敦皇后,以此来讨好鲜卑积习以身的母亲,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婆媳关系,这又是从家庭和睦的角度出发,可见高阳还是很有心思的。 有道是福无双至,祸不单行,还没等到李祖娥弄清楚可贺敦皇后是啥意思,文宣帝高阳中阴精神错乱,滥杀无辜,纵情声色,最终一命呜呼了。 高阳去世之后,年幼的高阴继承皇位,李祖娥以生母身份成为皇太后,名号也由可贺敦皇后改为昭姓皇后,有大臣提议将高阳之母楼太后赶到北宫,由李祖娥临朝听证,楼太后知道后大为震怒,命儿子高演,高战密谋反击,将这些大臣捉拿下狱,吓得李祖娥叩头谢罪。 权力之争,不仅是男人们的事情,女人发起未来同样可怕,何况双方是不同民族,形同陌路的婆媳,当时李祖娥虽然贵为皇太后,但尚有操纵实权的太皇太后楼昭君,下有近乎傀儡的年幼儿子,李祖娥当时的处境相当尴尬,一个柔弱的女子,面对这样的强权,毫无政治斡旋能力,李祖娥心里也清楚,其实大事已去矣。 前明元年八月,产出一己后,楼太后将孙子高音废为济南王,改立儿子高演为皇帝,不久,高音被高演杀死,十年十七岁,高演是个短命鬼,于太宁元年十一月驾崩,他的弟弟高战继承皇位。 此时李祖娥双居昭君,本来已是心如之水,无所牵挂,怎料武成帝高战的魔爪突然伸向了他,其实小叔子高战也一直垂涎寡扫李祖娥的美色。 蝶遭侮辱难素,玉碎花残无声,北史后非转称高战,逼后迎乱云,若不许我,当杀儿儿,后聚,从之。 高战拿李祖娥小儿子的性命为要挟,欲将其霸占,为护儿子周全,李祖娥只好屈辱地答应了高战提出的欢好条件。 不久,李祖娥怀了高战的骨肉,家丑之事本已闹得满城风雨,如今又怀上孽种,李祖娥羞愧万分,无地自容,为了避人耳目,他索性当起了宅女,更不允许别人进入朝信宫,不过,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呢? 一次,小儿子太元王高少德来到夜都朝见母亲,被人拦在了门外,高少德在门外大骂,而起不知邪,子子富大,故不见而悲蚀后非转,李祖娥见丑时外泄,且受到亲生儿子的埋怨嘲讽,大残,由世生女不举,生下的女儿被他亲手掐死。 发现女儿被杀,高湛恼羞成怒,出于报复心理,高湛派人将高少德抓来,操起刀冲着李祖娥恶狠狠地说尔杀我女,我何不杀尔儿? 接着,一刀杀死了高少德,亲眼目睹儿子被残杀,李祖娥大哭,地狱怒,裸后乱抓踏之。 在我国封建历史上,被狠揍的皇后有之,如高掩的元皇后,理智的王皇后,众目睽睽下被脱去衣服的皇后有之,如赵桓的朱皇后,赵构的邢皇后,而被人脱去衣服后狠揍的皇后,除李祖娥外,在正史中没有第二个,精神上的羞辱,肉体上的煎熬,让李祖娥豪天不已。 这种生死历劫的豪天大哭,既是李祖娥对遭受裸行的痛苦呻吟,也是他对多传命运的哭诉哀嚎。 即便如此,高寨仍不解恨,派人将其圣以倦囊,流血淋露,投朱取水,良酒乃酥,毒车再送妙圣尼寺,李祖娥苏醒之后,又被人用牛车送到了妙圣寺,从此,他削发维尼,在青灯古寺中孤苦度日。 北齐灭亡时,李祖娥虽身在话外,但仍作为北齐皇族被俘虏到北周,后辗转来到关中,随朝建立后,他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赵郡,从此以后,李祖娥不知所踪,悄然淹没在历史长河里,自古红颜多薄命,李祖娥作为文宣帝高扬的皇后,一生充满传奇,伴随其人生起伏的却是他沦为政治牺牲品的凄惨遭忌。 历史趣闻,欢迎分享订阅史多多。